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就是参与感 还有兴奋的心情 炸邯丹相传能驱走异病 能保佑姓正平安顺利 他又有五财爷的封号 如果鞭炮炸的愿望 菜园也跟着滚滚来 这场炸邯丹 由台东市长陈明峰率领 十位邯丹爷陆续登校挑战 热闹的元宵活动 除了台东的炸邯丹 新竹北埔的油缸火 也聚集相当多的民众来参与 同样人潮满满 人手一只竹棍 火赤熊熊燃烧 万人空向的场面 所有人高举火把 夜游秀鸾山 队伍绵延有如一条火龙 象征相接龙脉 左邻右舍大家呼朋引伴 走上一程 气球心愿都能实现 就是北谷这全部灯都已经洗掉 感满特别的 全部都拿火把 好玩 因为有火 因为要接龙脉 大朋友回味童年 小朋友体验新鲜 这独特的在地元宵传统 希望都能健康平安一整年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室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